他本人虽然喜欢这些玩意儿 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 这些东西应该在全国推广 康熙拿传交士来 主要还是巩固他个人的统治 他怕汉人知恨学到这个西学之后 更瞧不起他们 他要抢先来学这些 反过来要打压汉族知恨 康熙是喜欢自个儿 就是斗机灵 就是说自己很不错的这种 然后就是训斥汉人知恨分子 当他知道这个南半球之后 他有一次到南京去 就好像是训斥的 叫李光帝吧 有一个汉人知恨分子 就问他说你懂不懂天文呢 就问人家 下属我肯定懂一点点 也不怎么懂 然后问那个星叫什么星 好像叫老人星 老人星 天下太平老人星出 康熙就是训斥他说 说什么天下太平老人星出 因为往南走老人星自然就出来了 往北走就看不见了 他是刚从传交生这儿学来的 因为地球是个圆的 他就是学这些东西 他目的并不是说要把科学引进来 鼓励大家去搞 而就是为了自己显得别人的高明 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让全中国人都去学习一样的科学 然后呢 以此作为这个富国强兵的一个目的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甚至这个整个清朝 他的西冬界呢 还不如明朝的 他明朝你看经常有些传交士跟汉人知分子交朋友啊 是吧 你比如说立马道跟徐光启关系很好 徐光启也是入教的人的 像什么他跟那个李天津呢 跟那个李之早啊 这些人都是关系很好的 这些人都是私人朋友 经常互相来往吃饭喝酒什么的 那清朝就完全不行 清朝康熙明确的一个成交士说 你们不许跟汉人接触 就是你们这东西不要跟汉人告诉汉人 就是他是害怕汉人取了这些东西 所以清朝后来做这些东西都是在皇宫里面 局限在这个官方的层面上 这个在青年间里面 也就是专门是做这个天文立法的 他完全没有让这个汉人知识分子 和量是新兴的西方科学科学家们来密切接触 所以康熙的科学政策实际上是恶杀了 或者阻碍了这个西方科学到中国的传播 尽管他本人是有兴趣 所以过去有一度很多人觉得康熙 好像还是怎么着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康熙当时的那些西方的皇帝 国王相比 像法国的路易十四 跟俄国的彼得大帝比 那是没法比的 路易十四也好 彼得大帝都是全班西化 都是要学习新兴的科学 路易十四还专门创办科学院 最重金来征召过国的科学家去当院士 康熙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康熙最多就把传交室拿来 也是做奴才的使用 截其血而用其术 就是让他们把东西来帮我用一块而已 所以这个才是导致中国科学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